现在我说下 很多人可能是 与我父亲的情面 上那去看我演出 支持我也好 其实大部分都是 我父亲的功劳 这是你实话 也不能这么说 咱实话实讲 虽然说 这是我儿子 这徒弟们也都跟儿子差不多 那别多 那别多 这不是 但是呢 对郭麒麟来说 也是一视同仁 天分他肯定是有 但小孩们 练功的时候 他会很枯燥 慢慢来吧 好不好 说向上的道路很漫长 而且谁也不敢保证 日后你能够怎么怎么样 如果有一天 你没有这么红 没有这么大的名望 挣不了这么多的钱 你还愿意不愿意 在这个行业里 继续工作下去 那有什么不愿意 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嘛 好吧 而且我也愿意 让我儿子也干这个 你看 怎么你组长 为父很是开心 少班主说的是 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要点头同意呢 是吧 咱已经看这个了 你别看郭麒麟 说了这么多年的相声 也是 我还真没跟他一起通过台 那倒也是 好多次大型演出的时候 他师父于谦老师说 别来来 我说别 怕给孩子压力大 不过今天挺好 一个小范围的演出 大家都演了 你也给大伙说一个吧 好吗 那行吧 那我也 谁也甭挑了 就咱俩来吧 我跟你一起说下 等着巨大的压力 我趴着跟您说 那也行 大家注意 辽宁卫视有话好好说 今天是我和我儿子第一次同台演出 谢谢大家伙的掌声鼓励 这次是个好机会 站在辽宁卫视有话好好说的舞台上 我们俩得好好的说这么一段 那是应该的 其实看着他 我非常的想跟他亲近亲近 你打算跟我亲近亲近 为什么这么说呢 怎么讲 从一个方面来讲吧 我们俩得算是